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描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描政治每个礼拜帮大家 描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萌萌,我们这礼拜第十集了 对啊,不知不觉我们的描政治 就描到第十集了 我们不是在想说 第十集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special的 来点特别的 对,我还没有想到 在想不出来要做什么 我本来想说 第十集special就是我们两个放假 就不准备题目 就放那个海浪的声音 然后我们可能 我们的听众就会随着海浪流失 我觉得说不定光看知数比之前都还要高还要好 就我们就懂了 好,我知道了 那个我们之后就会放海浪 就给大家听就够了 就是我们就知道 可是因为想说不行 我们还是每个礼拜有一定的 内容跟题目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算你们不想听 我们还是要讲,可以吗? OK 好哦 然后我就想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十点在那边传讯信 就还没决定题目 我们常常这样吧 当天才在那边 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想做另外一个题目 然后可是因为你跟我说你想做霸函 然后我就有点 question mark 因为之前在讲霸函的时候 我就问你要不要做霸函 我就说 蛤不要不要 你要做这个东西在干嘛 不,pos我们又不是争论节目 每天在讲那个 对 然后你今天就跟我说你要做霸函 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自己解释一下 没有,因为上礼拜啊 自己的局自己玩 对,没错 下禮拜他那個4月17號的時候 正式公佈了韓國瑜的罷免日期 會是在6月6號6666 那惡魔的數字耶 惡魔的數字 有聽過這個說法嗎 666 所以說就是因為他正式公佈了 所以有點像喔這個事情有一個正式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跟我們比較完整的去談這件事情 對啊 那你想要你要從怎麼角度切 有很多說法啊 很多說法 我覺得要先從又要從又開始講 就是先從到底這個罷免的制度怎麼演變來 像譬如說像這次啊 他們因為罷免其實會分成要讓一個罷免成案有三個階段 好 第一個階段呢就是要讓這個選舉的區域 譬如說以高雄韓國瑜這個為例好了 以高雄為例的話就是 他們可以投票的人大概是235萬 所以你要罷免一個市長 那你要有第一階段的提議 提議罷免的階段 那你必須要百分之一的人出來連署提案 就連署要簽簽名這樣等等 然後百分之一就是大概兩萬三千人嘛 所以第一階段那他們那時候就是有簽到兩萬八千人 所以好就過了第一階段就是啊這叫做可以開始進行第二階段連署了 那第二階段連署的人就需要更多囉 需要整個選舉區的10% 所以是如果以高雄來講 大概230萬的可以選投票的人的話 會需要有就是大概23萬以上 那他們這次的提議的連署階段大概有收集到了就三十幾萬塊 40萬 40萬而且大大超過了 對其實超過滿多的 然後再來是接下來如果到最終 那加起來可以啟動投票嘛 例如6號要投票 那怎樣才可以把這個人投票罷免掉呢 那就是你必須要在這個區域的選舉人裡面 你要有超過四分之一 25%的人出來決定說我要同意罷免這個人 那當然同意罷免的人要比不同意罷免的人還要多 欸這邊是還是要有投票權吧 對對都是有投票權的人 嗯OK 你才可以做這個選擇 對所以以這個高雄市大概200多萬的人口來算的話 大概是要五十多五十五萬 就是五十五萬六十萬左右的人出來同意罷免韓國瑜 那並且 比不同意罷免韓國瑜的出來投不同意的人還要多 才會把韓國瑜正式的罷免 嗯 那這樣子來講你覺得算是門檻算是高還是低啊 欸其實我覺得這個相對的 因為你去投票投一個人 就說我要投這個人當市長 我要投這個人當總統的時候 或是投什麼當立委的時候 這個行為是比較直觀的嘛 對啊我就投誰就是誰 但是今天譬如說你也許討厭一個人 或是你不想要一個人當市長 但是那個東西要強烈到 你要走出來去投票去蓋一下 啊同意罷免這個人 其實那還是有點距離的 就除非你真的非常討厭他 我不知道韓市長有沒有做到這樣的威力 可能他 我們六月六號就可以來看看他的影響力 對就是他並不是純粹只是投說 我不想要他當市長的人 他所測量到的東西是 我不只不喜歡他 我還願意把那天我的時間 花這個時間出來 出來走出門然後去排隊然後去蓋同一把 那我覺得相對來講是投票 感覺這個投票的那種 門檻 那程度嗎 難度 的意義 就是來的比單純的選市長還要再更高一點 對啊 他大概整個門檻是比較高 因為你選上 你選上之後如果 如果有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就罷免掉的話 那就會沒有一個人能夠成功的維持他的市長 或是被選上的職位 不過因為韓國瑜其實 韓市長我們的韓總他其實 因為這一年來我相信大家 應該也都很熟悉他這一陣子的一些市集 嗯 這一陣子市集 這一陣子都是 這一年多來啦 這一年多來的各種市集 我想說武漢肺炎已經把他沖掉了他 他躲起來 他已經躲在武漢肺炎的那個 後面 不是任職部因為上一集的事情 對 很少再看到他的新聞 因為他那時候剛選上嘛 就是18年底剛選上沒多久 不是就說這個Yes I do 要跑去選總統嗎 然後後來又不去醫會被詢 然後現在最近又是因為 要開高雄市議會要開臨時會 他也沒有要去報告 或是接受質詢 所以各種市集都讓他這個不斷的 高雄市民其實累積對他不滿嘛 我記得他不是有那個做民調嗎 哦有看到一個新聞就 我自己啦我自己是好奇說 韓國瑜在這個期間做了什麼事 所以我就去Google韓國瑜防疫 想說看一下他在高雄防疫的表現嗎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看那個新聞就說 好像有一些還不錯很蠻優秀的表現 你知道還有試圖做些什麼之類的嗎 對 try to do something 然後可是你剛剛講的 可是他那個調查結果出來 敬培莫作 在六都啦 就大家對他的表現其實敬培莫作 就是他可能 對他最努力的結果就是他還沒有 他還是周衛銘 就是只有37% 40%的理論 就滿意度啦 可能覺得他可能喔防疫還OK 覺得還好 對所以可見他不知道 他的努力可能 這他極限吧 呵呵呵 我們講這個要公平公正 對啊對啊公平公正 我覺得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韓國瑜他這次被罷免 嗯 那其實他不是第一次碰到 要被罷免的事情 你說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對在他的這個短暫 政治生涯中 對他其實不是第一次被罷免 其實又回到 喔這又要講古老 你說當他還 當年當他還是當立委的時候 199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才一歲耶 我就不講我幾次 好好好 你一歲的時候 對 那時候還在新北市 就是那時候是台北縣啦 當立委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核市 就是核電廠 就是那個要不要繼續蓋的一些爭議 他那時候被提案 以上被罷免 1994年的時候 應該不只是他 對那個時候其實有好幾個人 喔這幾個人其實現在的名字 大家可能會記得 就是除了韓國瑜之外 還有幾個是像 洪秀柱 喔就是洪秀柱 柱柱柱 還有一個叫林志佳 當時也是國民黨的 但現在其實是 立法院的秘書長 那還有一個是魏勇 就是有幾位 當時就被提案要罷免 對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整個那個罷免 到已經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都準備要過了 但是最後呢 卻在最後一刻 因為那時候 國民黨的 這幾個都被罷免 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嗯 他們就去找當時的黨主席 李登輝也是總統 哭訴啊 就是啊這個東西 還有被罷免的啊 我要支持這個 執政黨的政策 就要被罷免很可憐 然後那個時候李登輝也很經典 就有新聞有報載 就是那個立委跟他哭訴 然後他就跟他想說 安啦沒問題 為什麼不會被罷免 為什麼他這麼有信心 因為他們就在這個罷免正要去準備投票的之前 他們要提案修改了罷免門檻 所以就是趕在自己被弄掉之前 然後去調整整個罷免的那個 沒錯 裡面的標準 因為我剛剛你前面在講說 一%的人就可以提案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蠻少的 就很容易就提到 對啊很容易就到 對 所以其實就是 當時呢 就是等於算是 第一次又針對了這個罷免門檻做調整 在那個1994年 他們要罷免之前啊 其實原本是說 一個立委 比如說他的那個選區 有100個人好了 那只要有33個人出來投票 而且其中這個裡面有超過半數 是同意要罷免的 那這個立委就會被罷免掉 三分之一的比例 對 的投票率 對 然後裡面一半 超過一半 同意罷免 但是呢他們1994年 那次修法呢 是把這個三分之一提高成50% 也就是說 如果那個區域啊 選民有100個人 必須要有50個人 超過50個人出來投票 然後其中又有一半的人 同意罷免 這樣子這個立委 才會被拔掉 所以等於是 原本33的投票率嘛 提高 馬上提高成一半變成50% 就是這個門檻就增加了很多 其實要叫50%的人出來投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如果你說你要選總統啊 要選立委 你要選上一個人 這個東西比較直觀 但是你要去出門啊 把那個假日控出來啊 說啊我要罷免一個人 把那個人拔掉 其實這個不只他概念比較難 而且就是 必須要很強很強的動機 才做得到 所以光是投票率這個門檻 其實就很難達到 對 所以1994年的時候 韓國瑜那次 就遭遇了一次罷免危機 不過那次他逃過了 就是被這個 調整到50%的投票率 給擋下了 也救到了 但是呢 2016年 就因為那是 第九屆國會立法院是 民進黨第一次過半 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 又調降了這個罷免門檻 把他調回去 就更就把往下拉 因為剛剛原本說 最早是說 三分之一的人要出來投票 在1994年修成 提高成50% 但是2016年呢 他們又把這個門檻 改成25% 但是25%就是說 這個選區如果100個人 那只要有25個人 出來投同一罷免 而且這個數字高過於 反對罷免的人 那這個 這個立委啊 或是縣市首長 就是被罷免掉 那我們來看策略面好了 像韓國瑜這一次出來 被罷免 欸他出來被罷免 是這樣講嗎 被罷免 被罷免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反對他的聲量也是很高 對 所以如果好 假設我是一個支持者 你支持韓國瑜 韓總 韓總的第一 我是支持者 我支持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他繼續連任的支持者 OKOKOK 你不希望他被罷免 好 我現在看整個局勢 我覺得會過25% 就是 投票率的 很容易 就同意投票的超過25% 對25%我預測 我覺得應該是會通過 對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應該是要出來投 就是 反對他罷免 對 對 就是因為現在的門檻是 25 就100個人裡面 25個人出來投票的話 嗯 那 如果你 你又 超過不同意罷免的人 的話 那個人就會被拔掉嗎 所以 如果 你會覺得 我會覺得 這個25%會過 對 所以我可能 就要出來投 以免我的韓總 被 被罷免掉 可是你想像 如果我們這個制度都沒有改 我們回到1994年 50% 你要叫 230萬高雄人 有 110萬 120萬出來投票 出來投票 對我來說 很難 對很難 難度蠻高的 或許我待在家 就是去 降低那個 投票率了 對對對 所以 你真的會賭說 我看好反對 如果是舊門檻 我看反對韓總的人 我會有100多萬 出來投票 那 對支持韓總的人的 策略就是 那我就不要出門 投不反對 對 不同意罷免 這樣的話就 根本投票率門檻就不會過 那我就更不用擔心 重點是這次已經降到25%了 對 所以這策略就會改變 就是你算是 就算是 反對韓總被罷免 你也必須要出來投票 你才可能會 比較可能會那個 翻過去 對 不然25% 你覺得呢 你會過嗎 我覺得以韓總的魅力 他真的吸引了蠻多人 想要出門 那天出門 投票的 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 我想應該 都不少 那我們可以到時候來觀光一下說 他那個投票率是幾% 說不定50% 喔 就算是最高的那個門檻 一樣 砍掉 那就是真的創造了民主的這個奇蹟 對 所以其實這個罷免呢 有高高低低修過好幾次 對 那不過我覺得 這個 雖然我們剛剛講說 你看 因為這個策略 大家投票的策略會改變嘛 所以其實 這個修法 其實確實會 讓大家的選舉策略不一樣 但是呢 其實我發現就是 這比較少人講 就是 其實這樣背後還是有些bug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到 就比如說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看到 這次門檻下修之後 之前有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那個 你說屏東市長的 有個村長 對 那 因為我們講說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現在的 比例都下降了 第一階段只要1% 第二階段10% 然後呢 同意的 罷免的門檻是25% 那 像屏東那時候 這個新法通過之後 有個村長 那個村啊 裡面就大概一千個人 有投票權 嗯 一千個投票權 那過第一階段 1%是多少 10個人 我10個人就過第一階段 那就一個大家庭啊 對對一個大家庭 那說不定就是他的對手 對對對 他的對手啊 村長的對手 如果他對手 要找到10個人 不難嘛 對不對 那修舊 第二階段 那10% 那一樣嘛 就是在100個人 100個人也不難啊 就如果他的對手的話 所以他其實只要 算那個人數 你就想 好像非常非常少的人 就可以啟動那個罷免程序 可是相對他 整體人數少 其實每個人的權力 就變大啦 就是影響力 對 在這個變數中 他的變動性是很高的 對 但是比例卻還是一樣的 對 所以就是說 那這個門檻 需不需要因為 呃 比如說那個是大的選舉區啊 有一兩百萬 像高雄市啊 還說這個是一個村裡 就一千個人 這個門檻 現在是都一樣 那到底需要調整 我覺得這值得討論 因為像 像那個村長 就是最後是被 就被罷免掉了嘛 他一千 一千個人的村 一千個投票權的村子 最後有 兩百七七個人 贊成罷免 那他可以罷回來嗎 沒有 他罷回來 怎麼就大家罷回來 別人選上了 然後我又一樣 把他弄掉 但你可以想像就是 一千個人 有兩百七七個人 當然他比例超過25% 就很低啊 但是我們現在回頭去想想 欸 可是這樣兩百多人 就罷掉 好像也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就是 不同的選舉區 行政區 是不是要想一下 是不是有不同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講到一個 我們剛才也有在聊的 就是到底是 罷免比較容易 還是選上比較容易 就是如果兩個要比的話 你覺得 就拿市長來講好了 選市長難 還是罷免市長難 當然是罷免難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罷免 對我們剛剛討論過 不知道好不好懂 如果罷免 比選上簡單的話 那現在任何的職位上面 都不會有人在職位上 因為都會被罷掉 因為我的想法是說 他們就會警惕 但是不過也很難 他得罪人或是 對啊 就是他必須還是要 稍微再難一點 就是要那種就是 真的太誇張了才會被罷掉 不能就是 因為譬如有些 有些縣市譬如說 他是三個人出來選 嗯 比如說他原本就 原本就沒有過半喔 他可能三個人出來選 那只是相對高 比如說40% 30% 30% 然後他是40%的 得票率的 選上當上的縣市首長 OK 他本來就沒有過半 本來就沒有過半人 本來就沒有過半人 對他本來就沒有過半人 支持他 那現在比如說 開始可以啟動罷免了 那他就被60%的人罷掉 這60%本來就沒有投他 他並沒有多得罪人喔 他並沒有做 本來就只有40%的人支持他 他可能只是沒出來 對 所以說就是 那 這樣的如果太 所以一定要 門檻一定要相對比 當選的高一點嘛 就是真的罷免掉的人 一定是 很誇張的人 那種 我了解就是因為怕人家 操作這個技術性的 對啊 你可以想像如果真的有人去鬧 這個一定很多 很多方法 所以包括啊 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有點像就是 我們選立委啊 選市長啊 或選 選總統好了 我們是選一位嘛 嗯 立委那個選區就一個 縣市首長 那個選區就一個 但是呢 我們選縣市議員 其實是那個選區裡面 會有很多個縣市議員 嗯 對 比如說一個選區可能有七八位 同時當選 那所以那個每個當選的人 他可能他的得票率 本來就只有10%左右 他就當選市議員了 但是因為規則 罷免規則是一樣的 所以他得票率可能只有10% 就當選了市議員 嗯 但他罷免他 一樣是 25%的人同意罷免 就好 哦 但是他原本就有10%啊 原本就有90%的人 沒有投給他啊 但是如果罷免門檻 一樣是25%的話 其實又會覺得哪裡怪怪 他說我本來就沒有那麼多人喜歡我 那 如果有人要刻意去罷免我 那其實很容易過 對 所以 到底在這個 這個門檻是不是要適用在 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不同的選擇上 我覺得其實 可以 真的可以去思考 因為當時 當時比較像是名氣可用 就把這個門檻下修了 有些比較細節的這種 好難哦 對啊 我已經要晃生了 我已經要晃生了 沒有你已經晃生了 你已經晃生很久了 對 所以喔 對 沒有那麼單純 好啦 不過就至少學到說 我們總共經歷了三次罷免的 修法 各種不同門檻 高低低 從33%到50% 然後現在又變25% 那說到罷免制度 你昨天也有跟我提到說 其實很少民主國家 有罷免制度 就不是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會 有罷免制度 不是每個民主國家都有這樣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然後 可是我就產生了一個疑問 就是 如果台灣有民主制度 欸不是如果是真的有民主制度 那是代表我們是一個 比較民主的國家嗎 因為你知道 就有這個罷免是不是代表比較民主 更多的選擇 我不知道欸 像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說 欸 罷免的那個制度 當然有並沒有好 但它最好是在一個就是 幾乎不會被用到的狀況 只是純粹放在那邊 然後讓政治人物會被警惕 就是我不能做到太誇張 因為我會被你叫回來 對 但是又不能 就不能就是做到 就是很容易就被罷免 因為這樣的話也會讓就是 那個整個政治的穩定 政局就很容易就很混亂 沒辦法好好施政 所以要怎麼樣去設計在一個 就是 有點門檻是剛剛好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被 更直接去討論 那你覺得欸 如果你覺得 你看到一個民主國家 你會覺得它應該要有 罷免制度比較好 還是說它連罷免制度都不要 因為可能沒有罷免制度 大家投票會更小心 我不知道啊你覺得咧 我剛剛講的 你把這題目都丟回來給我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要一個剛剛好的方法 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會是 我覺得還是要有罷免制度 雖然 雖然有可能沒有罷免制度 大家投票會更小心 可是我覺得你就要 就是 例如 例如前陣脫歐好了 我覺得脫歐是一個很有感的東西 當時大家投票的時候 很多可能很多年輕人 我什麼就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就去投了 然後可是 可是中間有很多關 有可能是被假訊你操控等等 但anyway你結果你投出來是 結果脫歐之後發現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如果有所謂一個 因為罷免的英文叫 Record 就是可以叫回來 就說 我們覺得好像不太行的話 或許就可以 一個對 或許對國家來講 是一個更好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這個 轉圜的空間 不過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 也許會用另外一個角度想 就是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 因為那個Record制度有點像是 你去比如說去大賣場買東西 他跟你講說 欸我們七天見賞期 那如果想要退貨的話 可以退 我覺得這反過來其實 反而說不定 比較高的罷免門檻 或是沒有罷免制度 反過來順便是在 教育民眾就是說 你投了一開始那一票 你就要很小心 因為你不能退 因為你不能退 對 如果反過來看 如果很好退的話 比如說有些大賣場很好退嘛 就會出現那種 買了然後比如說 什麼衣服或什麼信用 用個三天七天 然後之後再回去退 反正可以退嘛 我就隨便買 說不定如果太容易的罷免 也會有這種後衛症 但是萬一那個商品很那個呢 真的就是有問題對不對 很tricky嗎 就是他廣告就超tricky的啊 然後就 講得很厲害 講得很厲害了你就去買啦 然後就發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然後你又退不了 你是不是在說寒走 那是更慘 對阿 所以就是那個真的要剛剛好 要門檻又夠高到 不會讓別人隨便可以罷免 但是又不能高到就是 像很誇張的產品都 退不掉 可能那個大賣場的退貨流程就是 參考霸免 欸對 我們的霸免制度應該要參考 那個大賣場的退貨機制 真的 建賞期呢 我們來來去看一下 你要過十個人你才能退 對 就還是能退但是 搞得複雜一點 對 也不能講複雜 就是那個門檻真的要設計過 對 不能夠太容易也不能太難 對阿 我想說 剛好這個主題帶出來 不然你一直跟我說你要做罷免議題 我其實有一點想說 你為什麼要做罷免主題 有點gap到 可是後來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 後來聊一聊之後就覺得 欸其實他中間有一些 有關於 民主制度上的一些 有趣的觀點 對 沒那麼大點 不管是提高門檻降低門檻 都沒有那麼簡單 我覺得他沒有一個是非對錯的 對其實我覺得刺激大家的思考啦 就是 不是說高就好或低就好 門檻就是 其實有很多影響 我覺得重點是回到選民身上阿 對啊 就是真的 這個投票影響真的很大 我想經過這幾次 這幾年大家的投票 應該都知道說 嗯 你的投票真的會影響你的生活 不要亂投 對 那當然就是你要好好投票 就 一開始好好投 你就不需要罷免了 對 因為最怕的就是說 你花了這麼大的力氣 然後罷免 成功了 或是怎麼樣 可是可能過了幾十年 嗯 你又 再選了一個 不適合的人 那好像 感覺這個 教訓嗎 就好像沒什麼 沒關係 反正 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 人類從來沒從歷史上 學到教訓 這是一個很好ending 對不對 對 好啦這個禮拜討論 我們罷免議題 也不用談肺炎了 有點 難得沒有談肺炎 耶 難得是眾多肺炎新聞中的一條 不是肺炎的新聞 沒那麼肺炎的相關的討論 對啊 那我覺得其實 已經做到第十集 其實也希望聽聽大家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們有 覺得有趣的題目其實可以告訴我們 沒錯 你想聽什麼 請私訊到我們的 臉書啊 IG啊 Youtube啊 都可以任何告訴我們的方法 還有Twitter啊 還有Youtube也希望你們訂閱 然後 積極的留言 讓我們知道說 欸你有在聽 我就上個禮拜的那個流量很低啊 我回去多按幾次 Retace 可以 然後刺激看起來看高一點 好 然後我們相關的文章 都在放在資訊欄下面 然後希望 希望大家也可以追蹤我們 然後定期定額支持我們做更好的內容 嗯沒錯 那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就請大家繼續來收聽我們的莫草妙政治囉 掰掰 掰掰